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判断的语法 首先我们把语法 第一个是单分支 单分支的语法 一副 这是个什么 条件 左过表示 表示开始右过表示结束 条件为证据事情是不是 是单分支 双分支呢 一副二次 一副 条件 条件成立就执行 哎 这里要注意了 L是在结束里面下什么 有没有空门 不不不 这还没到L是一副的 这到那儿 就到那儿 条件为证 就执行代码一 这一块代码块是吧 这是代码 代码块一 这是代码块二 代码块二 这是双分支 多分支 多分支 你们怎么学的 EF L是EF吧 EF 条件 然后再写L是EF 注意了 在JS里面 这有没有空门 PHP里面没有 这要注意了 是否还可以有条件啊 如果之外条件都不成立 就是干什么 L 多分支 多弄选择 就Switch开始呗 L EF 这是一个表达式 表达式 哎 表达式 表达式的结果 他跟哪个结果是匹配呢 Case Case Case后面跟的是个长辆是吧 长辆 然后这是一个代码块 代码块 然后叫什么 Break 可以吧 然后再来 Case 然后跟 长辆 冒号 这是不是冒号啊 冒号 然后这是个 代码块 然后是 Break Break 好 如果上面都不匹配 叫个什么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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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代码块 好 这是多弄选择 他们这个局法有没有什么问题 只有这儿要注意的是 注意 这个 Else EF 之间 没有 没有空格 没有空格 我问一下 团 me 这几个渔法你们都用过吗 多路一下 没怎么用 这个没怎么用 我但是 讲过吗 讲过 就是没做理题 是不是 没事啊 咱们过 首先我们先说渔法 先说渔法 有没什么问题 渔法这个没有 就除了这一块L的衣服也不加红根 除此以外都一样 除此以外都一样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做几道练习啊 做几道练习来说 就是来巩固这些语法啊 例题 啊 我看啊 这个是1.5.2 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 啊 第一道题是判断 判断润年吧 判断润年 判断润年是我要就这样 就请你输入一个年份 输入年份一点提交 一点提交 然后一点提交呢 然后你把这个年份啊 你给我找到 找到 就这么easy的事儿 来 首先 首先 这个步骤 步骤 步骤 步骤是 第一步干什么 是肯定创建一个表单啊 创建表单 对不对 第二个是提交数据 提交数据 提交数据 那么提交数据呢 然后 这样吧 创建表单 然后提交数据 然后第三步啊 第三步 在服务器判断 获取 获取提交的数据 获取提交的数据 并 判断 这是 它的这个步骤 来 第一步 现在创建一个表单 再往实现 再往实现 这儿一个phone phone phone 是messor 是不是提交的一个方式啊 Pose提交是不是 Pose提交 Pose提交 什么呢 6缸电话点PG 你可以提交到其他页面上去 是吧 你可以提交到其他页面上去 当然你也可以不提交 我就这样 就提交给自己吧 我提交给自己吧 好 好 那么这儿呢 写一个是 请输入年份 年份 然后这儿呢 一个是IR 这名字叫IR Covermeet 好了 运行一下 走 哎 太好了 出来了 他们想问我 这是什么提交 是不是 这是Pose提交是不是 是不是提完按钮 一点 我一点的时候 是不是就提交到服务器去了 服务器 地址在哪 是不是空 是不是还提交到那里 是不是还提交到那里 还提交到那里 那提交到那里 那我就获取啊 我就获取啊 获取 那我就输出啊 输出一下 他们注意了 这是什么提交 Pose提交 Pose提交 通过什么来获取的 通过这儿有个 道乐小号圆Pose的 这是一个 这是固定协法 道乐小号圆Pose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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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超全局变量 超全局变量 但是现在 现在我先 我先不把这个概念先抛出来 我就告诉你 它其实就是一个变量 它什么类的变量 是一个速度 它是一个速度 到时候想玩Pos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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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来获取 Pose 这里边保存的是 这里边保存的是 Pose的提交的数据 请问 请问 第一次从那晚下去的事情 有人给我Pose提交吗 第一次的时候 有没有人给我Pose提交 没有 当我刷新的时候 走 诶 错 诶 这个 刷新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 有没有人给我Pose提交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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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先AA 先AA 我提交了 提交 有没有 一二 为什么 一点提交 又接到本页面 是不是又重新执行一次 诶 按个器等于空 一点提交 是不是提交到本页面 这上面又重新 又再执行一次 这时候是不是有人给我Pose提交了 有人给我Pose提交了 有人给我Pose提交 那么 你看 这是个数据 一二 这是不是 Button啊 等于一个值 这什么数据啊 是不是有关联数据啊 诶 关联数据啊 对的吧 对的啊 好 啊 那么第一次 他们第一次到我执行这个页面的时候 到我第一次执行这个页面的时候 要不要执行这个东西 不要 最后加个判断 加个判断 你看啊 这我就用的判断了 一付 一付 如果安倍的 如果安倍的Dollar Post 就是Dollar小华线Pose 他们这个有点大鞋啊 这大鞋 如果 这是本身这个数据是不是 如果数据唯空 随便什么 随便什么 随便有没有人给我提交 没有 如果数据不唯空呢 随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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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点 提交的 数据 有不能提交的数据 好了 好 你看这样啊 输出一下 这是提交 提交 来 请问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有没有提交两个字 输不输出 不输出 不输出 当我再按按钮点 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了 这就没什么问题 从上往下一次 执行第一次的时候 有没有人给我铺子提交 没有 所以这里面就不知情 但是一大拨点到Po按钮 是不是提交到 本页面 接到本页 本页面是不是又从上往下 再执行一次 有铺子提交了 所以我就显示他 显示他 可以吧 可以 Dollar小型Post 同页面 注意一下 这个是PHP内置的一个变量 内置的 专门是用来保存什么 专门是用来保存Post提交的数据的 只要是Dollar开头的 是不是都是变量 只要是Dollar开头的 都是变量 都是变量 这个Dollar小型Post 一变量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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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来保存Post提交的数据的 好了 那么这里面就是 你就来做它了 怎么做呢 说Dollar year Dollar year 等于什么呢 等于Dollar小型Post 下来 下来 一二 通过一二通过名字 通过名字 是不是觉得取出这里边的值了 他们你们学基础班的时候 基础班老师来讲表单的时候 有没有说一定要取名字啊 说过吗 肯定说过 肯定说过 他们你们那些基础班的时候如果不给他取名字 你是看不到效果的 你觉得我取不取名字好像结果 都能显示啊 在基础班的时候啊 你不取名字好像这个也能看到见啊 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老师肯定会说 朋友们一定要取名字 如果你不取名字的话 假如到了服务系的时候 你是获取不到值的 肯定肯定说过的 肯定说过的 你们老师肯定会说过 因为你在学基础班的时候 很多人他拖揽 他不写名字 说你看老师我就不写名字 你看我的表单一样出来了 你干嘛要让我写名字呢 那时候老师肯定会说肯定会告诉你 说你现在看上去好像没事 但是将来不行 你比如说我就不写名字 你不写名字你试试 把这个把名字删掉 你不写名字你提要试试啊 没有名字 有什么 你干嘛 你干嘛提要不进去的啊 他肚子空啊 都提要不走的啊 没有啊 你比如说这儿有个button 只能提要什么 我再刷新一下 只能提要什么 有没有这个年份啊 没有年份啊 以为年份没有名字啊 所以你要加个名字 这时候你再来看 有了吧 所以说这个名字很重要啊 这个名字 就用来做什么 做速度的下标 用来做速度下标的 现在你就能够理解咯 那么我在这个基础上 说dollar year 就等于什么呢 posed 我就把这个year 是不是取出来了 这个年份是不是出来了 年份出来了 速度一下 年份啊 来 我说是十 走 十出来了 二十 二十出来了 可以吧 那可以的 那么现在我就一次做判判了 这是获取年份 if if 如果到了year year 如果就压根就 唯空了 是不是你有没有输入啊 那就我就输出一句话 输出一句话 说 您没有 输入 年份 您没有输入年份 那么else就干什么了 else就是不唯空了呗 不用是不是就有了 就有了 那么有了 下面来个问题啊 来我们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说 一点他 你没有输入年份 那行吧 那你说我没输入那我就输入 我下输入一个 我下输入一个 提交 下输入一个行不行啊 不行 你一定要输入 一定要输入什么 输入 一定要输入数字 一定要输入数字 那么你怎么判断是不是一个数字呢 好吗 看这个 看手册啊 只要是意思开头的 意思 意思 只要是意思开头的 就表示是不是 你记好了 意思开头的就表示是不是 是不是 意思 就是 Numeric 就是 它是不是一个数字 或者是 数字是无串 啊 好的 那我就判断一下 说 如果呀 如果 意思 Numeric Numeric Dollar year 它是个数字 或者数字是无串 当然了 你获取的这个 你获取的这个类型 唐伯你看 VRDump VRDump Dollaryear 虽然是数字唐伯 虽然是数字 但是 是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指数换的数字啊 它虽然是数字 是指数换的数字啊 你记好了 服务性获取到的值 都是指数换的类型的 听没有是吧 服务性获取到的值 都是指数换的类型的 好的 那我就 那我就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 意思 意思 Numeric Dollar year 这个就表示什么 是数字 是吧 判断 变量 判断 year 是否 是数字 或 是无串 数字 你必须说数字 那么 else 就什么 就不是数字呗 那你就要输出一下 说 您输入的 不是 数字 或者这么说吧 或者说 年份是吧 必须是数字 那你数字不是数字 那我现在我来 测试一下 走 您数的不是数字 对吧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就是数字了 是数字你一定是整数吧 比如12.3 提醒一下 你这 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要是整数 是吧 一定要是整数 那么 你怎么判断是不是整数呢 诶 意思 你说的很对啊 意思是硬点 判断是不是整数 是不是意思 判断是不是整数 硬点是整数 意思是硬点 OK 那么下面 我就写 如果 如果你是数字 那就是 一负 一负 一字 硬点 是Dollar 一二 那么 一字 他这样就写个什么呢 输出一下 这是 是整数 是不是这样吧 else就是什么 您输入的 不是整数 对不对 对的吧 对的 然后下面 我们来试一试 朋友们 这是一个一个 一个细节了 要注意了 12 走 诶 12怎么不是整数啊 诶 13 诶 13怎么不是整数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一块 这个手册上写的是错的 它不是用来检测是不是整数 而是用来检测是不是整形 诶 一字 印象 用来检测 变量 是否是 不是整数 是整 整形 他们一二是什么形 一二明明是指不断形嘛 是不是啊 它是指不断形 它根本就不是整形嘛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说你不是这个整数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数字了 如果你是数字 一定要讲这个 是数字一定要把指数块 转成什么 转成数 转成数 怎么转 啊 可以 他们你看 Dollar这样啊 Dollar year year 加等0 他们加等0 你一个数字加个0 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什么变化 但是只要用加号了 必定会干什么 把指数块 转成数字了 是不是这样 哎 你想啊 你想 你前面给他这个10 你只要加上一个0 加号 是做什么预算的 数字预算 数字预算 是不是都行啊 都行啊 这个是 将 指幅串 数字 转成 数字形 好了 这样你转化完了以后 下面你干什么 判断你是不是整形 如果是整形的话 他肯定就整数了 否则就 不是整数 好下面我来预计一下 10 4整数 12.2 数字不是整数 那么4整数了 4整数 你4整数 你就一定是大于你那整数吗 也不一定 如果 $12 小于1 小于1 小于1是不行啊 小于1不行 好 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 说 年份必须 大于 大于0 8 必须是正整数是吧 你不能是不能是正 整数 直接说你不能是负的吧 不能是0 啊 那么2是呢 要是你肯定去干什么 就大于就正数多吧 正数多 好那下面就是人年了 怎么怎么写 人年 如果 12 怎么 你们学过的 摩4等于0 并且 12摩100不等于0 或者 12摩400等于0 那么 输出一下 $12 是 顺点 L是 输出一下 说 获起来 $12 是 平点 哎 这就写得很完善了 这道题 主要让你练习的是 一幅要二次 你看我这道题 是不是写了好多好多一幅要二次 不让你牵到 不让你牵到 感觉是不是很爽啊 不让你牵到 那么 他们你们的技术有没有学过 如果一幅底下就一句话 这个括号可以省略 说过吗 那既然可以省略 那我这儿是不是也可以干什么 省略 这干什么 可不可以 可以的吧 可以的 如果一幅 一幅底下 一幅要二次下面就一句话 括号是可以省略的 说过了啊 那么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首先 不输 你没输 那你说不输 那我输过吧 输过你说不是输词 好那我输了输词吧 13.3 你还说不是整数 那先我输了整数吧 整数你还说我是 那先把他按规范来吧 一千 一千是平年 两千是润年 OK 我问一下 团长你们当时这个 平年是一个写过的吧 我讲的一道题就是 建立在你已经写过的技术身上 你别到时候说你没写过 应该是写过的啊 就是什么是润年 就是能备四整数 并且不能备一百整数 或者能备四百整数 是不是啊 那先写过的 好那么下面我们小结一下 小结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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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用来干什么 是这么说吧 是 Dollar小环线POST Dollar小环线POST 是一个 是一个 这个 变量 用来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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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 提交的 数据 是第一个 第二个 Action 等于空 表示 将 数据 提交到 本页面 本页面 啊 第三个 第三个 啊 Ease Numeric 用来判断 Ease Numeric 用来判断 这个变量 是数字 是不是数字 或者是数字 或者是数字 然后第四个 Ease Numeric 判断 编量 是否是数字 是否是 整形 啊 是否是整形 啊 是否是整形 啊 还有一个 第五个 啊 衣服 啊 啊 这个什么 衣服 后面啊 衣服 当然还有ELS啊 ELS后面 如果是 如果只是 一句代码 只一句代码 大括号 可以 十列 啊 可以十列 是 同学们 前 昨天是不是感觉 没啥可以练的 是吧 我跟你说啊 你只要跟着我伙伴 你没有 你只要想练 我让你练个海公司 那我都有 啊 都有这样的提啊 多的是 是 小人 那我一会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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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